-共同組合作课 Hello 大家好,我是a-ry 今天我们邀请到副品的 威哥 大家好,我是威哥 来自我们今天的格套收租的 快问快答 cha 每次快问快答单元呢 我们就会先调裂一些 大家可能对于格套收租的 有兴趣的Q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帮大家回答 那今天这一集呢 比较特别一点点 因为我们特别针对装修的部分 列了三个大标题 好所以呢 今天呢 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威哥来 针对这三个大标题的细项 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问题 来帮大家做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漏水篇 其实很多人格套呢 都会很害怕漏水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避免这一件事 好 怎样避免漏水呢 那我跟大家讲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大家记得就是 你首先你要 因为你未来做隔道师座 你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 要找一个好的厂商 我觉得这件事最关键的 那什么叫好的厂商 是你隔壁的邻居吗 不是 或是你的亲戚吗 不是 通常找亲戚最麻烦 对 因为有事情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讲 对而且真的很难兼顾 对 不错 所以你要找一个可靠的厂商 第一个是他会有公司行号 那最好是你可以在 网路上或是 在大的通路上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那表示什么 无论未来真的有问题 你不知道 OK 他也会来帮你处理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第一个 然后私座的厂商 需要可信度的 公司行号 这个最重要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会讲到厕所的隔间的材料 隔间的材料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做合法的收出隔套 那它其实的话 它是都是用轻直钻 很多都是用轻直钻 甚至用轻隔间 也会用到 那轻直钻 你这传统是用红砖做隔间 那大家会想说 我用轻直钻会不会防水会有问题 OK 那其实是不会的 你只要用砖体系列的这个防水做好 它范图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跟大家讲的是 千万不要做的就是像轻壳间 你说的是轻钢架 对 轻钢架的隔间做成的厕所 那我们有人会想说 可是很多新大楼不是也是这样做吗 那为什么我们到房不行 因为它施工快速嘛 那最主要的差异是在 因为新大楼它的结构体是很强壮的 那我们的旧公寓其实是 相当于是四十几年老房子 所以你的结构 如果用轻壳间做厕所 它们地震一直在晃 所以它的防水很容易失败 很容易有裂缝 很容易会有裂缝 所以轻隔间这件事情是绝对要避免的 所以我们理性一下就是 如果我用砖 轻的砖 例如说可能白砖或石膏砖 可能都还可以 这只桃力强 这都没问题 OK 但是如果你是用西行钢 然后中间外面想说 反正我在贴板材 然后一样做防水 可是其实它可能因为地震 摇来摇去可能就会有裂缝 更容易有裂缝 对 容易让我们的防水就失效了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的部分 砖的材质 那再来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做墊高的部分 大家想说什么墊高 因为你原本的厕所只有一间或是两间 那你今天可能变成了三间或四间 所以你原本的管线 你就必须要做新增 新增你就会在地面上多一支粪管的高度 那就必须要做你做的墊高 那这部分一定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用废料来做回填 这是早期大部分的师傅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做法 对没错 那有些师傅甚至会跟你讲说 如果镜头前面的朋友你们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师傅可能会跟你讲说 OK 没关系我用废料是我有先去搅拌过了 都是这样讲 对 我有搅拌 其实他真的有搅拌过 你本来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混凝土的强度就会降低了 那我们今天做的废料回填 它其实是必须要跟楼地板的RC是咬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沙胶混凝土 纯的沙胶混凝土去做这件事情 它才不会让未来的防水做失败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你用废料回填 不管你上面的防水多扎实 因为有个东西是地震 一直在咬 它下面结构体不够强 你的防水未来一定会有问题 只是时间的早晚 因为其实浴室就是一个长期在用水的空间 所以一旦它有裂缝水就会往那里去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 那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我们泥座在施做防水的时候 你的顺序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什么顺序是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防水都是做水性的防水 那水界防水我们一定要涂至少三道 涂三道的程序 那这三道也跟大家讲 什么叫三道的程序 不是刷上去 要刷三次 不是 它会有分浓淡深碱来做区分 意思是什么 第一次我一定会用最浅的 最浅的目的是让它的表面毛细孔 是完全能够被防水擦 好像女生的粉底 对对对对 这个概念很好耶 其实先擦最薄的裸妆 对要让毛细孔都吃到 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 这个这个很好 然后再来就会用比较浓一点的 最中间从最淡的刷完以后 我们会讲一个叫做阴角 它就是防止凹进去的角 这部分我一定要特别拿小刷子去刷 为什么就是像女生的 小刷子刷可能也是一样的意思 对对 OK 为了就是让你这边可以吃得更好 更均匀 然后再来呢 会用更浓一点的 那一样是它每个阶段都会有小刷子 要把阴角做补强 对那甚至有一些 如果说你在你的房型是 假设你已经觉得这里的 是这里的旧公寓 它结构可能比较不好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 它有一些海沙的状况 那其实你可以加一些像 在阴角的部分去做抗拉的动作 它可能有多少会有一些帮助 最重要还是在我们每一段工序的施作 那最后一道一定是最浓的 那一样是你还是会在阴角做小刷 它其实是繁琐的 当你的防水的工序做得越繁琐的时候 那它其实未来失败的几率会越低 因为它是一层整层堆叠 它其实穿完以后就像一个保鲜膜一样 你给它每个面都把它顾好了 它未来在地球在咬的时候 它比较能够抗拉 OK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四点 那第五点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记得叫做一个叫做泄水坡度 因为我们套房其实我们不像我们住家的厕所 我们可能会有两瓶的厕所 这么大 对那我们其实套房都很fit 可能就可能只有一瓶 就会有厕所 那一瓶就会有厕所的话 我们做干区跟湿区的分离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有个最大好处是我们更好做泄水坡度 那我们泄水坡度 大家不要想说像住家一样 我们要做得很美观 住家美观是你可能两瓶的厕所感觉地板很平 但泄水坡度只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套房 我们尼克是谢了坡度做得高 到房客一洗澡 一洗澡 那个水很快就跑到排水框里面 对它就跑掉了 它就不会积在地上 所以这个会是很关键 所以你在做完厕所 如果说你在最远的一个角 洗的时候 水是不能够跑下去的 在套房这边 这是很不好 很NG的 因为房客的使用习惯 你绝对不知道你会住什么样的房客 原来不经不是你自己的房子 对 他不会像你自己一样 会特别注重这些小细节 所以泄水的坡度也是很重要 泄水坡度在什么时候做 在贴瓷砖的时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必须要跟你的设计师 或是你的同胞师傅 特别跟他讲说 你要帮我泄水坡度要做得好 为了未来可以减少我漏水的几率 因为其实长期水 其实就又增加了漏水的风险 对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点 那第六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旧公寓 旧公寓 你要买的旧公寓是反而结构就很弱的 这个就要切三思一下 你也说可能像刚刚提到的 有海沙体质的 对 或者是真的水泥磅数真的太 密度真的是太松散的 是 好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有切身之痛 尤其是如果你有买在顶楼 那个漏水就不是只有厕所 可能包含你的外墙啊 你的屋顶啊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要一直持续做的情况 对 没错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以上就是我们 避免未来一个套房漏水 我们先前在预防规划的时候 我们该做的几个重点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第二题 第二题呢 就是家具偏 在装潢之后呢 很多房东就会想说 或者是我在配我的设计图的时候 就会想说 我要提供怎么样的家具 家具是不是越多 房客会越喜欢 那家具的挑选 有没有什么美感 例如说光是沙发来说 可能就有布沙发跟皮沙发 哪一个比较好 是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有什么家具 你必须要去配的 然后 比如说我们一定会讲的 就会有床 对 那床的话是 双人床一比单人床好 嗯 对 那因为你可以两个人躺 跟一个人躺的差异 对 房客就受限了 对房客就受限了 可能会有年轻的兄弟啊 或者是情侣可以来租 对 那床的话一定要做 买线床 嗯 因为下面还有多一个收纳的空间 对 好 那再来是 我们会有什么 会有 沙发 嗯 会配 会配双人沙发 那这边跟大家提醒的是 我们 双人沙发也优于 单人沙发 那为什么是一样 两个人做一个人做 对房客来讲 他的想象的空间 就会差很多 对 好 那如果这边也在跟大家说 如果说我只能配单人沙发的话 那 单人沙发我宁可不要 我宁可去换什么 换书桌 哦 因为你的空间小了嘛 你的双人沙发就放不下了 对 那如果你硬要放单人沙发 那反而是不好的 不好的 嗯 他宁可是有书桌 嗯 坐在书桌的椅子上看 看见自己也可以 或者是坐在地板上 或坐在床上 对 好像饭店一样 没错 所以就是书桌 那书桌的话是不是标准配备 这个会看你的空间大小而定 嗯 那如果有就像我刚刚讲的 书桌会优于单人沙发 对 那双人沙发的话 如果你的空间配置的话 双人沙发也挤 那你可能就是放书桌就好了 嗯 对 书桌 那当然还是会有 一定会有衣柜 嗯 那像我们刚拍的开箱的 我们会配置厨具 那甚至是可以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高脚椅 做一个高脚霸檯 对 那它也是可以多的配备 嗯 那 配备还有什么 配备会有 你会越来越多 书櫃 有吗 鞋櫃 很多櫃 很多櫃 你会一直加上去 这件事情是 哒哒 是NG的 嗯 为什么 是 其实房客他 租房子的时候 他看的空间是第一个人的感觉 嗯 他觉得你这些空间是 喜欢的 然后有一些留白的空间 他可能知道说 我自己有什么家具 是可以摆进来的 对 那如果说我们在前端 你配置了太多的家具 因为我们食物上的经验是 客人配置太多的 进桌太多柜体的时候 你虽然增加了你的收纳性 但是你的空间感会 很压迫 很压迫 对 好像住在一堆box里面 对 没错 这个是关键 而且房客不一定会用到这么多的收纳 这个是关键 因为每个人的收纳的需求都不一样 有人是鞋子多 有人是书多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塞给他那么多 反而他会卡住 最大的原则跟大家讲最大的原则 就是你一定要注重你的空间感 嗯 你除了床跟衣柜 沙发这个东西 你必备以外 或者是书桌 嗯 这几个必备以外 其他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真的很大 大到是 不放的东西太奇怪了 你可能再去买一点柜体 不然的话 我们宁可选择留白 对 而且你的柜体啊 正好 尽可能如果假设是可有可无的技能 尽量就是 不要是定在墙上 房客要搬 不搬都很不到怎么行 这也是一个技巧 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还有一个沙发的部分 然后布沙发跟皮沙发哪个好 以前的話大家都覺得皮沙發好 對 尤其皮沙發好 擦一擦就好了 好保養 對 那我覺得有一個角度啦 如果說給我選經濟實惠的話 我會選擇皮沙發 但是皮沙發你要買到好看的 你要好到有質感的 其實講真的不容易 而且就是房客他做久了之後 你下一個還可以繼續用 還不要淘汰 因為多少都會有裂縫 然後尤其又是人造皮 所以他可能會裂得很醜 關鍵 所以變成是房客 下一個房客就說 三大堆換掉的情況 你又變成又爆笑了 對 因為這個回答一個最大的重點是 你的皮沙發是什麼的皮沙發 對 如果你們自己家裡住了可能一套十幾萬真皮 它越磨會越漂亮 時間的感覺 那人造皮是 房客用了他只會裂壩 跑出白色的線 那時候就會顯得 你的房間質感是很劇本的 所以我們其實坦白講 我們後來這幾年其實用布沙發的比例 比皮沙發增高很多 那布沙發為什麼 因為你的布料是容易呈現質感 然後它跟皮的畢竟它的造價成本是差很多 所以布沙發這件事情的話 對於整個空間的氛圍的呈現是容易加分的 那也不是說皮沙發不好 那皮沙發 你就要看你能不能買到相對好的 你可能會多花一點單價成本 但又一樣回歸到房客的使用習慣 對 因為其實房客真的 我有遇過有房客他真的是 可能一對Couple 可是有人 體重沒減重 所以它固定坐一邊的情況下 沒辦法 就還是換了 其實回到我們附的沙發 它其實是某種程度的消耗頻 對 你做久 但是如果說你可以 你不要一年就換 你給三年四年 甚至有升到五年才換的沙發也有 那它其實最重要的是在房客的使用習慣 這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房客入住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跟房客講 我們現在給你的沙發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必須要幫他好好保護他 你不要給我把他當成那個 你在學校一樣的路邊的沙發一樣 你必須要好好保護他 你這樣子講 他其實回來的沙發其實不會太差 對 就是房客有沒有意識 在好好的用這些設備 這蠻重要的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風格篇 什麼樣的風格呢 最受房客的喜愛 這麼多的風格裡面 裡面有沒有哪一個是絕對不敗的選擇 以及呢 在裝潢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要用壁紙比較好 還是用油漆比較好 或者是呢 要不要做天花板呢 像現在很多的住家 可能就用Loft Phone 可能就不用天花板的設計 這些在我們的套房裡面 通常會怎麼抉擇 OK 老師剛剛有提到說風格的部分 那風格其實很多種 在套房裡面 我們做過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風格 其實我們回到最後 房客最喜歡的其實還是 還是北歐風 還是北歐風 為什麼是北歐風 是 因為北歐風你會需要大量的留白 當你空間小的時候 你的留白反而是相對是必要的 就像我們剛剛 我們帶大家tour的這個房子 其實它是一個很標準的model 對 當你空間大的時候 你才可以選擇不一樣的風格 比如說工業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風格 鄉村風 鄉村風 才可以多做一些設計的部分 但是空間小的時候 你多做設計 反而會讓你覺得很局促 或者覺得好像 生活在一堆很奇怪的東西裡面 所以我們最常用的還是北歐風 北歐風它其實還會有一個更進階的 叫做北歐線帶 它會加入一些金屬線條的元素 或者是一些顏色 鐵件 鐵件 石材 它會讓你的北歐風是更有 年輕 年輕 然後更有質感 更有層次一點 更有一些設計的層次 那但是還是最 還是在走北歐系列 坦白講 那 我們剛剛有提到是 到底用油漆好 還是用壁紙好 老師你喜歡用哪一個 我喜歡用油漆 早期喜歡用壁紙 但現在覺得油漆比較耐看 對 也比較好維護 因為油漆其實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風格 北歐 北歐的話也都是會 以油漆為主 因為就是很自然 我不做作 因為其實這也符合現在 年輕人 年輕人租房子 我們大概都三十幾歲 四十歲 那就是我喜歡 簡單舒服 就像北歐 你不要做太多 太over的設計 不要把壁紙貼在整間裡 到底是有沒有牆 只剩下壁紙 不要坐在包裝盒裡面 對 早期做都這樣 所以壁紙這東西的話 它其實 那你可不可以用壁紙 我們回到它說 可不可以用壁紙 其實是可以的 那我們會選擇就是 用點綴的方式 對 可能是你的主牆 你主牆不一定就是說 你只有一個選項是 我只能刷跳色 對 顏色的漆面 你也可以用壁紙 那這壁紙的話 好看壁紙其實很多 但是通常都是進口的 你選日本進口的壁紙 基本上就不大會出什麼問題 因為它的 本身的質感是很好的 但它不見得會比油漆便宜 可不可以再更貴一點 對 可能比油漆貴一點 那如果有一天我壁紙要恢復成油漆 那個工就 那工反而比較麻煩 因為壁紙是黏在上面 你還要去除膠 所以是麻煩 對 所以那個備用基本上是又Double的 所以就要先想好 你想要走 只是壁紙還是油漆 你的風格想要怎麼設定 所以最保險的話 你還是汽油漆 因為你汽顏色錯我還可以換 對 壁紙錯了 那它就比較適合設計沒關係的部分 對 好然後 老師剛才提到了 天花板 天花板 對天花板 其實我們蠻 工業風 LOFT的部分 其實我也蠻喜歡LOFT的風格 那 但是在我們公寓其實很少出現 老師有發現嗎 開箱很少出現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的這些公 這些的收租套房 那它其實都是40年 甚至以上的勞工育 對 它的樓板本身的條件 都已經長得不好看 嗯 所以說 你把它露出來 你把它露出來 第一個你硬要把它露出來 OK好 沒問題 那你就會面臨到什麼 面臨到第一個 你的管線 你重新跑的那個燈的管線 它變成都是要收在邊邊角角 而且要走直角 對 然後要做個假 還是要做個假糧 包住 對 甚至做假糧 或管線一定都是 每個都是直角的 對水電師傅來講的話 你就是在整它 對對 真的 他就會 水電通常都會先揍每一頭 每座樓板 你這個價錢 可能要 可能要 省礦板 好 你會面臨到水電的問題 OK 第二個就是 我們講的美觀的問題 因為你原本的樓板 你要把它裸露出來 你必須要先做處理 對 不夠平整 可是樓板的平整 那個是更難處理的 比牆面更難處理 對 因為它施工是 你想像是這樣施工 不是這樣子施工 對 所以那個有時候 師傅是根本也不接 對 沒錯 然後第三個其實是最 最難克服的事情是 為什麼我們新房子 都可以用 LOFT的 露涼出來 簡單的方式 其實是因為建商在蓋的時候 它的客廳 房間 各區域是已經 在蓋房子的時候 設定好了 所以你不會在你的床上面 出現一個 橫貫的涼過去 這不可能會發生 但是我們在 在我們做收支屋 其實我們是重新分割 這個平面的格局 所以才會出現 你的牆上面 跑一個涼過去 對 這個事情就是 你就會很難解 但是天花板 我們可以用一些 很間接的照明 高低差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修飾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LOFT 比較少用在老屋 尤其用在我們這種 格套的收支屋 它很看必須現場的 條件的狀況 對 因地事宜的部分 像我們補充一下 像新城屋 它連各個空間的燈線 其實也都已經出好了 對 所以它基本上 就算有要位移一點點距離 有用個金屬管包 都還不會拉太遠 但是整個房子 整個管線重拉的情況下 做這件事情 就顯得相對困難 對 而且會有個最大的重點 我覺得就是在設計的部分 因為設計部分 如果說你做多了 對 只會讓人覺得就是 都很擠 對 很擠啊 很故意 對 那與其這樣子 簡單的呈現 所以風天花板 好或是不好 其實沒有絕對的答案 還是要看你 本身物件的條件 才能做這樣子的規劃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們列了三個大主題 包含了防水 還有我們的家具 以及我們的設計的風格 希望呢 這一個三個問題呢 有回答到你們心裡面的小問題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威哥呢 擺盲之中 來幫我們做今天的Q&A 也希望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